阿极哥 这里怎么越走越冷了 要不咱们换条路吧 我也觉得这个地方有些古怪 不行 你在这儿等我 我到前方去看看 说不定前面还有什么路呢 总感觉应该往这儿走 你怎么感觉这里这么熟悉呢 那是个人啊 真是个烂酒鬼 在这儿动死是不是有点可惜了呀 是我梦里见到的那个怪人 他怎么会在这里 你这条大尾巴鱼身手针票 也算是开了眼了 长衣 长衣 你是什么人 黑袍 暗闻 这种华贵材质 北渊应该只有地位极高的人 才能穿吗 难道他是 阿极哥 快逃 那个人就是北渊尊主 江人长衣 静宁 逃 什么杀进凌双台 打败江人当尊主 那卢锦炎压根儿就是在骗人 我耗尽全力都敌不过江人一回 他一尘功力都没用到吧 孙主大人 有话好说 谁让你们来这儿的 大尾巴鱼 尊 尊主大人 尊 尊主大人 那个 我们只是路过而已 不知道你在这儿休息 真的 纯路人 尊主 尊主 那个 洛国家说 那个有只狐狸 带着如景年和福昌 还有先师傅的弟子 他都被越越了 我 爷什么爷就在你眼前还一夜 把他们都带回去 是 原来我梦里那家伙 就是北渊尊主 他不会就是师傅不让我来北渊的原因吧 难道我和他有仇啊 就 就你呆头月的玉啊 这小狗里长得还挺精致 走了 对 一定是这样 师父用心良苦 我绝不能让这娇人认出来 否则非但小命不报 还会牵牵师父 尊主 岳狱之人已经带到了 据 据岳族说 就是这眼狐狸带头岳狱的 我卢锦言一人做事一人当 此事与他无关 你们别前连别人哪 你是谁啊 情人敢带头岳狱 我就是一个逍遥小仙 无意要冒犯尊主 无意冒犯 还偏偏去了冰湖 尊主 青瑶少主 向来对北渊的事物 非常地上心 不过最近齐丰将军 倒是格外地勤快啊 卢锦言一案 本来就由我都办 自然要格外留心了 卢锦言最不可赦 今日月月最佳一刀 把他们带去刑场 你不能杀我 不光是我 今日在殿上之人 你一个都不能杀 你凭什么觉得 我会留下你的性命 北渊不拒战 但更愿与诸位携手对敌 你说过 北渊从不拒战 但更愿与三千御灵师 携手对敌 能够说出这样话的人 绝对不会是 昏庸暴力之主 否则 你便是对不住所有人 对不住北渊对你的信任 这些话是谁告诉你的 我路上听得不行吗 各位先有到北渊来 是因为这里有他们所求的生存与尊严 你若查都不查就将他们杀了 不单是辜负了两条性命 更是辜负了 所有投奔来北渊的生命 倘若他们死在这里 便是告诉世人 北渊和先师府并无不同 你说这些 不怕死吗 以尊主之地要杀我绰绰有缘 但是我许你这份信任 你不会杀我 胡言乱语 冲撞尊主 罪不可赦 带他们去刑场 我有允许过任何人动他吗 你叫什么名字 阿稷 阿稷 你和他们的庆命保住了 死罪可免 但闹事者必成 带他们去原义营做苦力 来来来 走吧 走 你们在这儿好好干活 知道 我说靳阳哥 你真是太厉害了 临危不惧 还可仗义直言 我第一次觉得我卢锦言 这么重要呢 我跟你说话呢 临危不惧个头啊 刚才我吓得狐狸尾巴 都快露出来了 靳阳哥 你刚刚那么慷慨激昂的 可现在怎么了 发什么呆呀 我只是觉得 方才救下我们的 并不是我说的话 那能因为什么呀 难不成因为你的名字 真是的 好像 正是因为我的名字 尊主 那个您今日 怎么忽然就免了 卢锦言和福昭的死罪啊 不是要引其风露气吗 布尔亦有收放的时机 派人盯紧他 原来故意不杀卢锦言 就是为了让其风心虚上钩 遵循英明 你先下去吧 那您喝着 喝着 你说过 北渊从不拒战 但更愿与三千玉林师 携手对敌 大尾巴云 没想到这娇人还是没杀我呢 这样看来他也并非那么残暴 可是师父为何不让我到北渊来呢 还有那些可怕的噩梦 该不会是我跟他之间有什么私怨了 来来来 别发呆了 来 坐坐坐坐 坐坐坐啊 来 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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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这个 季晓哥 你这么有本事 能不能帮我查一下 我那个黑锅到底是谁 让我背上的 你帮我查出来 你要什么报仇 我都能满足你 没时间 我本来就是被你们几个人卷进来的 我还要赶紧逃出去 去找我师父会合呢 不是 那你就帮帮我 逃去哪里啊 哪儿都不逃 这尊主日理万机的 怎么到我们这个破地方来了 来 喝茶 好来我们这儿喝什么茶呀 这家伙是之前没杀我们 现在后悔了 还是认出我的身份 来找我麻烦了 你们不做啊 尊主 我内急 先告辞了 等等 先门弟子哪儿来这方面需求 修 修为不够 我 我们修 修为不够啊 对 就是修为不够 对 就是修为不够 你也有这个需求啊 我 可以有吗 最好没有 怎么在娇人面前 心虚的感觉也这么熟悉 看来铁定是仇人了 来渊之中 你虽然是生面骨 但本领却不小 你究竟是何方人物 尊主实在是太严重了 我不过就是一只野狐狸 好吃懒做的 我师父常说我浪费粮食 其实尊主 不用这么看中我的 你师父能把你调教成 今天这个样子 那你师父是何方审舍吧 我 师父 我 我师父 教你嘴欠 现在这叫人不仅怀疑你 连师父都牵折进去了 尊主 实在是有点内疾 不如等我回来再说 憋不住了 来 要不换回女装 混在市民里偷偷溜出去吧 尊主 尊主 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你这是盯紧我不放了 不是说不逃吗 这是要做什么 我可以跟你解释的 我本来是想要去 现在北渊备战 容不下门口谎言的人 要不要我再送你回吴望窟 好好地想一想 又关我 你怎么这么喜欢关人啊 你这条大尾巴与尾巴那么大 心眼怎么那么小 常义 你怎么尾巴那么大 心眼就这么小 你怎么知道这句话的 完了 梦里看到这家伙的尾巴 竟然随口说出来 你说 你是女的 你之前为什么要叫我大尾巴鱼 你怎么知道这个称呼的 我 我 你到底是谁 完了 再不想个办法 我的身份只怕真忙不住了 我就是个没爹没娘的野狐狸 我师父捡到我把我带大 干嘛 鱼不都有尾巴吗 还不让人说了 这 这衣服 谁还没个特殊爱好 关你什么事 你又在说谎 我学的唤行术 全身都不会有破绽 大不了 豁出去了 那你要是不信 就验身 反正都是男的 大不了你验身 来 过吧 都是男人身 你害羞什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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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总算混过去了 那哪一直叮误 原来是你这个混蛋陷害我 吴俊妍 怎么是你 这世间哪有什么复活之处 这世间哪有什么复活之处 这个菊 吊的就是你 甲尔 甄鱼 是 对 是 你的 是 刚好 我rift 你 那大的 让你 怎样 你 我 对 你们 让这北渊 便不容许任何人 让我欺安宁 长夜还没结束呢 杀了我 你的野狐狸不要了吗 杰哥 你来我来这里干什么 那娇人不是不关我们了吗 你还要来干苦力啊 干个头啊 那娇人说不定 什么时候就会反悔呢 趁他现在在钓鱼 要逃 只有现在 将军吩咐 抓住这狐狸 想抓我 想的没 阿杰哥 我头晕 这是望月杀物制成的迷烟 迷惑神石 削弱凌厉 你们走不了 分头跑 追 小雪 blessings Lun ف 甩 好 现在 你 您走呀 其实从大殿那日我就发现了 长毅你果然是个痴情种 哪怕只是和纪云和有几分相似 只是名字里占了个忌字 你又六神无主了 试试看 如果今天我没有及时回去 他就要为我陪葬 齐峰 你记住了 作恶之类 没资格跟我谈条件 阿稷 你动不了他 孙主 孙主 有人要杀阿稷 就在兵户外的历子里 你 灵力都不能维持我和行书了 果然师父不让我来北约是有原因的 我今天不会要栽在这儿吧 快跑 还要倒下啊 好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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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岳飞 从今往后 再无谎面 永远 一直 一直 冰河 不管是现在 还是来时 我都会找到你 我们都会在一起 对不对 解冰河 想一首歌 孙主 孙主 云河 云河 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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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罗总 刚才那尊主抱着的是季小高对不对 尊主什么时候这么关心他了 对啊 这不 这不乱套了吗 这些梦是什么意思 这娇人以前也救过我 为何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这是哪儿啊 这是我的房间 已经没事了 糟了 唤醒术 没了 唤醒 这就是你改变容貌的原因 完了完了 他认出我了 他把我抓来这里 该不会是要把我八匹抽筋吧 你终于回来了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 不会的 不会的 尊主 其实怎么可能再也见不到呢 我就是在林子里散散步 我没想过要逃跑的 你不用叫我尊主 和以前一样叫我就可以了 那这怎么可以呢 您身份高贵 我哪敢乱叫啊 想必您一定很忙吧 我就不打扰了 大爷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 之前都是我的错 这一次留下来吧 尊主 您贵为尊主救了我的命 我哪敢生您的气啊 我们以前可能是有些误会 不如我们冰释前嫌 做个朋友吧 朋友 你什么意思 你不记得我是谁了 你不是北院尊主吗 还是你在林子里面烟稀多了 那你好好休息 我不打扰了 极云和 你在跟我装傻是吗 你真不记得我是谁了 苍天 极云和又是谁啊 这家伙在说什么 没事 别过来 别痛了 她不是要杀我吗 怎么还给我了解伤来了 这手法还挺温柔的 别怕 摸一摸就不疼了 摸一摸就会好 摸一摸就会好 以后这个法术 就只属于你一个人 嗯 你 我觉得我的身体 已经没什么答案了 我还是回袁云莹吧 你就留在这里养伤吧 别浪费灵力 去用你的唤醒了 还是别了吧 你这儿这么多人 进行出出的 要是看到我这个样子 我还得一个个解释 太麻烦了 我还是换个型 赶紧回去吧 你如果不希望 别人看到你的真容 我就不让其他人进来 打扰你便是 留下来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正好有点儿累 我想先休息了 尊主你不用招待我 你们偷偷带我来这儿干什么 啊 是不是长衣那个混蛋 想偷偷杀了我 回答我 表妹 表妹 尊主说了 你终究是我族中人 此事就交给我处置 我就知道你不会 让长衣杀我的 表妹 我只是一时失守 你不会和我计较吧 事到如今你还没有醒悟吗 你要干什么 你难道 你难道 要帮长衣对付我 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啊 为了胡祖 他长衣心里 永远不可能有你 你为什么还要帮他呢 表哥 北渊奸夫的意义 早已经不是为了 你我一起的荣耀 我不会杀你 但如果你连这点道理 都不明白的话 北渊也容不下你 好 通告北渊 启封已被废去全部灵力 即日起 被逐出灵绍台 此生 不得再踏入北渊一步 你要两个外人这么对我 你会后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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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以前可能是有些误会 不如我们并释前嫌做个朋友吧 我们以前可能是有些误会 不如我们并释前嫌做个朋友吧 你怎么回来 你怎么回来 阿记身上的事情 阿记身上的事情 我想你终究需要一个答案 这娇人看到了我的真容却没有杀我 还留我住在这儿 难道是因为我帮了他的忙 才会对我这么好 既然如此的话 就只能先留下养好伤 再想对策 可他看我的眼神怎么那么奇怪 还有那句话 我好像在梦里听到过 我和他之间 到底发生过什么 你怎么知道 阿记就是云河的 当日你给我来信之后 我心中便有了猜疑 所以便四处踏访去寻找典籍 总算是找到了其中的缘由 有一件事我一直想不明白 当日是我亲眼看着云河烟消云散 他是如何才活过来的 他本就没死 应当是当年林苍兰 在他体内注入了乾坤两极之力 铸成了双脉 机运河过去之时 御灵士这一脉自然就消失了 可他体内还有九尾狐的灵力 保住了他的另一脉 才能幸免于难 不过这件事 应该是由旁人知晓 帮他重塑了人心 也就是说 他的记忆 是由于御灵士一脉的回去 而不复存在了 是 难怪他不记得我了 懂得双脉原理的 只有林浩清 阿稷口中的师父 不会是他吧 是他 以后你有何打算 你若是 想让他恢复记忆 我便继续寻防 踏破这四海八荒 定能帮你找到办法 你以为我想当什么玉灵师吗 如果不顺从玉万花谷的管束 我又如何能离开这个鬼地方 大卫白玉 我就是一个逍遥小仙 无意要麻烦尊主 嗯 不必了 这一路你也辛苦了 早点休息吧 长衣 你当真能放下吗 曾经的云豪 凡事都会自己扛着 即便是伤痕累累 也都不坑一手 但是 现在的他 好像开心了很多 或许这是上天给他的人赐和恩赐吧 我不希望他再背上过去的枷锁 所以 不用再找了 他如今这样 就很好 那你呢 你还要背着这沉重的枷锁继续前行吗 不论他记不记得我 只要他是金玉和 对我来说 就足够了 现在阿姬的快乐 不该再被任何人打扰 这件事 就当做你我之间的秘密吧 我答应你 既然伤都已经好了 娇人又不在 那我是不是可以逃 逃什么 逃换些礼物 感谢尊主的救命之恩 是吗 好吧 我就想出去散散步 老是憋在屋里的话 脾气会变得古怪 而且会越来越丑 好 那一起去吧 啊 真的可以来这散步啊 上次我误喘到这的时候 结果被你打出去好远 上次是我不对 如果你想解气 可以打回来 那倒不用 你真的不会反悔啊 嗯 你很喜欢这里 嗯 总感觉这里海阔天空的 特别自由特别畅快 就想在上面好好地跑一跑 哦 我不是说要逃跑的意思 没事 你想去就去吧 真的 那我可去了 你不要反悔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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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她的眼神 又为什么觉得那么熟悉 心也跳得那么快的 别怕 我不会罚你 如果你喜欢这儿 我以后天天都带你来 不用了 我还得回去做苦力呢 罚你做苦力 本就是我不对 就不要再做了 以后 我也不会再强迫你了 找你开心 做什么事情都可以 武功不受禄 我也没帮上什么大忙 你忽然对我这么好 有什么理由吗 这里的雪 真的挺美的 这是什么理由啊 这娇人殷勤不定 果然还是不能 在她身边多待 真的 我做什么都可以 对 在巫术府接随你 那你让我在北渊玩一圈吧 玩完之后 我就让师父接我回去 刚刚不是说 我做什么都可以吗 这么快就反悔了 你就这么不愿意 待在这儿 那我直说了 我还怕你又一眼不合地把我关起来 虽然这儿风景不错 你长得也挺好看的 但是这时间我还没看够呢 我可不想被困在这儿 看着你的脸过一辈子 我会让你趕着 这些事过后再上来 这是什么地方 就是 你也是 啊 没必要再在你那儿待着吗 好 走吧 好 好 好 照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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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药终于成了 我终于连着我 谷主 药性难测 您真的要亲自试药吗 试药试毒 我都要试个明白 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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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了 成了 寒霜起开了 父亲 我终于解开寒终了 我终 谷主 怎么样 你怎么样 谷主 不必毫费自己了 暗终明明已解 为何又会找回来 谷主 谷主 有一只名为阿稷的狐狸 现身被冤 言行举止 壮子云河 现留在诚意身边 不知 它是否与云河有关 这就是天意 这就是天意 这不是奇风大将军吗 这不是奇风大将军吗 真没想到 怎么会落得如此下场啊 正好啊 在毁了北渊之前 我先拿你的命给我的刀开开日儿吧 你别杀我 别杀我 别杀我 报 将军 这雷火地脉实在难寻 派出去的人都还没有消息传回 没找到你跟我说什么呀 你还要我夸你吗 滚滚滚去找 是 我现在心情非常不好 算你不走运 别 别 我对你有用 我对你有用 北渊都不要的废 我用来干吗 你们不是在这儿雷火地脉吗 北渊的地形 没有人比我更熟了 我一定能帮你们找到 好 你可够狠的 连自己的亲族都不要了 我要毁了那娇人 我要让清友知道 我才是对的 好 现世背后的力量 竟然是上古凶手朱燕 是 现在天军被困在无量山之中 只怕现世很快就会有行动 这场战事无可避免 常义 这一次阿稷怎么办 尊主 那个边境那边有人发现了 林浩清的行踪 这家伙偷偷摸摸又跑到北渊了 他应该是为了阿稷而来 他人呢 他打晕了守卫 从袁一营带走了一个人 朝湖山去了 这里面地下 什么时候还是有震动 这一会儿 嗯 …… 有震动 啊 之後山河之力自會帶動鎮法運轉 直到逼出最後一滴眼鏡 這裡馬上就要被地火包圍了 小人 我都要看看這回你要怎麼救北人 他只有死一流 你也是 有交人和整個北淵衛嗎 不想你總該死的無憾 走吧 除了先機要的御靈師 北淵所有生靈趁著地火一個步 調虎離山 昌翼 好歹也算是老相識 別動手成馬 閒師遲早會對北淵下手 阿姬 不 錦雲河留在這兒 您無法保證她的安全 況且照她的性子 如果北淵真的出事了 你覺得她會置身室外嗎 你們有沒有覺得 這底下好像越來越熱了 還有個古怪的味道 弟弟永烈 長翼 是雷火地脈 你走之後 臨床臺發生了震動 地震有聲巢鳥接近 這是雷火地脈重燃的征兆 雷火地脈 他不是已經沉睡千萬年了嗎 怎麼會突然重燃呢 是現世 現世先動手了 接下來呢 接下來會怎樣 地裂雪崩 百川沸騰 直至熔岩爆發 地火焚飾萬物化為灰燼 孔明 你馬上回去 請要洛景桑一起 抓緊時間 待所有人撤離 你要一個人去壓制地火 朝夷你是不是瘋了 這山河之力 你怎麼與之抗衡 熔岩 都是從地裏而起 我必須從根源壓住地脈 使其平息 從根源壓制 你要去地脈炎洞 不行 熔岩已圓 這地底更生煉魚千萬倍 你會化為灰燼的 我要東海水系全長 或許有一戰之力 孔明 孰清孰重 你明白了 長翼 走 走啊 城中的御靈師現在需要轉移 要不要把谷主哈哈記 也喊回來幫忙 不用了 告訴林浩清 帶他離開這兒 越遠越好 過後 百淵或許有一場大戰 讓他永遠都不要再回來了 阿姬 離開這個林子 就算是踏出北原了 怎麼啦阿姬 師父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麼了 我應該是要聽你的話 可是我一想到要離開這兒 心就如刀腳一般的痛 我到底和這北原 還有這叫人之間 發生過什麼 走 走 師父 是不是出什麼事了 孤主 閒時點燃了雷火地脈 熔岩馬上就要爆發了 熔岩爆發 北渊城不是就在山下吗 吉宁 卢锦炎 福昭 还有其他那么多人 那 他们岂不是都得跨游回戒 谷主 长裔说他会进炎洞压制地物 让您先带着阿稷走 这江人到底想做什么 他是想用一己之力 对啃天地浩劫 就算擅长空水也终有极限 他这是做好了死的准备 咱咱尝尝啊 Sat 说 阿姬 你要干什么 师父 难道你要见死不救吗 阿姬 你现在回去 过去的一切终将百废 你问过我 你和娇人到底有何怨怨 我现在告诉你 你们曾经有过一段 痛苦的过往 你们经历了人生中 最不堪的一段时光 好不容易 你才恢复了自由之身 阿姬 和师父离开北渊 你可以游走于四海八卦 不受任何束缚 师父 你说过 总有一天 阿姬会找到 自己想去的地方 想做的事情 阿姬现在找到了 我不想看着北渊被烦 不想看到城中 那些鲜活的生命 就此消失 我 我也不想看到娇人 他出世气 无论我跟娇人之间 曾经发生过什么 此刻都不重要了 我只想回去救人 林谷主 没想到你当日褪败 缩在万花谷多时 为的竟然是身边的美 你 故人哪 他怎么来北渊了 你真是好算计啊 竟然瞒了仙姬那么久 师父 这人是谁啊 卓 等我带你回仙师府 仙姬的鞭子 会让你想起一切的 抓住他们 阿姬 去做你想做的事 师父 走 你体内的寒霜发作了吗 还敢找死 对付你 足够 既然知道了阿姬的身份 你们就别想活着离开 尝语 尝语 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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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就要爆发了 这里太危险了 既然尊主都让您带人先撤 您就别再进去了 可是尝语在里面 我要去接他出来 严冻里头炼狱 此时进去就真的出不来了 难道你让我眼睁睁 看着他去死吗 少主 您现在进去 只会跟尊主死在一起 难道您不管亲族 不管北渊了吗 那是季云河 他竟回来了 你这叫人是不是傻呀 竟一个人在这儿撑着 你怎么回来了 知不知道这里有多危险 走啊 我不走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北渊 这也有我的朋友 而且 而且你不能死 还用我们一个人的性命 和北渊的安宁 迟了 他将其他人有个人的 怎么回来了 我 apply 马洪 走啊 大尾巴鱼 我喜欢你 愿我所爱之人 愿我所爱之人 余生平安喜乐 玉灵尸之魂 永远都是自由的 李小阿姬 师父 你还没有告诉我 我也没有原谅你 那为啪你 我不如你死 忘了我 也让自己解脱 快走啊 约河 大尾巴鱼 我来了 大尾巴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前做季云河的时候我想要忘记一切 可是真的成为了阿姬 我什么都忘了 唯独忘不了你 大魏巴玉 我始终舍不得你 云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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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 一定会我再助力 停了停了 停了停了 地火停了 地火停了 我们回下来了 北约没事了 北约没事了 我们这家保住了 北约保住了 保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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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约保住了 保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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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主 帝火灭了 阿娇阮 竟把帝火给灭了 阿娇阮 郭主 您灵灵耗费了太多 抵抗不住寒霜 您身体要紧 得要去跟阿娇阮师父平安 来 长衣 尊主 长衣呢 长衣呢 尊 尊主在里面 一直没出来 尊主 尊主 你出来 你别吓我 尊主 不可能 长衣这么厉害 不会轻易死的 我去看看 露露 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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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衣 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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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主 他们没事了 我曾以为 既是新生 就该斩灯过去 再不回头 可原来有些事 注定斩不断 拦不住 他终究还是回去了 有些人 在两个小学院 有些人 而这就是 我们准备回来 四年前 在那边 不等 我们游泳 就是 所有人 继续 是 丝国 是 快 再见 我 刘师傅 刚刚大动了灵力 不好好休息 还敢施术 先生 缘和他 出去等着 我来给他疗伤 再多说半字 给你药运了拖出去 谢谢 先生 牛河怎么样 他的心脉被低火热度灼伤了 我刚才虽然为他稳定了伤情 但一时半会 也难让他苏醒 如果我逼棍 以空水之术助得疗伤 或许可以缓解他体内的热度 长逸 你刚在盐洞里面施术过度 又要大费周章地给他疗伤 你这条命还要不要了 在盐洞里 我已经做好了灰飞烟灭的准备 是他冒死回来找的我 这就说明 我们之前还没有结束 既然没有结束 为什么不偏尽全力呢 只不过 在我闭棍这期间 北渊就需要先生来主持大局了 你想去便去吧 这北渊 我还是能照顾好的 但是你给我记住 如有需要帮助的地方 必须跟我开口 不允许你在孤军奋战 我以为先生会再劝我一番 哼 我能劝得住你 再者说了 我跟着北渊 都欠季元和的 尊主放心 你闭关期间 我会全力协助先生 还有 这是些自补灵药 也许对季姑娘的伤势 有帮助 多谢少主 少主 你对季元和的态度 似乎也大有改变呢 过去我对他的确有种种偏见 可此番尊主于难 生死关头 他却亦无妨 此等侠义深情 令人不得不佩服 况且 尊主心属于他 如此眷侣 应得所有人祝福 倒是我 最后一刻 却还是停在了东门口 没能进去和尊主共亢低伙 少主 你不必内疚 你只是将北渊的未来 放在了首位 做了英座之事 有的时候 做出这样的决定 反而更需要勇气 如果胡王还在时 一定会非常新闻 少主终于长大 多谢尊主 尊主 那个 修小剑 有话就说 平时话那么多 今日怎么吞吞吐吐的 什么人能把你憋成这样 好 我 我知道了 带他去大殿 是 来 阿稷怎么样了 他现在 是云和 他的记忆回来了 空命已经稳定了他的伤势 接下来 我会治好他 没想到你会同意见我 我本以为我带走阿稷 云和之后 你会恨我入骨 终究是你救了云和 而且我还听说 除灵本来想趁乱 攻入北渊屠杀 也是你拦住了他 不是帮你 形势所逼拔了 恩就是恩 我们北渊的人 向来恩怨分明 你的这份情意 我定会偿还 但是你还是不会 让我带他走了 对吗 放心 我只是问问 从他选择回头 与你一起对抗地火的 那一刻我就明白了 哪怕是失去记忆 他骨子里还是继云和 我依旧留不住他 我收到了雪三月的传信 其中有一件事 跟寒霜有关 你想知道真相吗 朱燕的本体乃是万年玄兵 每一朵霜花皆来自他 朱燕不死 寒霜不灭 原来寒霜 是由朱燕本体所生 难怪药力无法去除 你终于回来了 姬云和 前辈 前辈 不过我并未宾死 怎么还能见到你 你已在生死之间走过一遭 是跨越界限的存在 原来如此 只是我没有想到 你还和过去一样 对自己这么心狠 大概有些事情 就是命中注定吧 无论我的记忆如貌 经历如何改变 我终究是我 我和长翼之间 也一直都是千半难尽 这一次 你和长翼之间 一定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就还挺有点 对 我和长翼之间 对 ここ是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玩空鸣过来给你罢卖 长衣 这段时间 苦了你了 没关系 你回来就好 大尾巴玉 真是难为你了 是云河没事了对不对 露露 他们分开太久了 让他们俩 好好说说话吧 好 让他们好好聊聊 正好 我也有点事要跟你好好聊聊 你什么时候知道阿基就是云河的 这事啊 我 我 回 北约那日 是进我之前 还是之后 之 前 之前 所以你从见我开始就一直瞒着我 如果没有地虎 云河不露真容的话 你是不是打算瞒我一辈子 露露 我答应了长衣啊 是长衣重要还是我重要啊 你看你看你看 你犹豫了 你不是说过我是最重要的吗 你是不是亲完我之后 说过的话都忘记了 你什么时候觉得这么有嘴花舌 这么虚心假意了 你怎么能骗我呢 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啊 你还笑 好我不笑 但是我真的没有有嘴花舌 我也 没有虚心假意 我跟你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真心实意的 要是 你不喜欢的话 以后我就 不行了 不行 你怎么可以遇到这么点小挫折 就放弃呢 这件事 我还得跟你 好好聊聊 来 回家 好好聊聊 躺了这么久 骨头都松了 你带我出去转转吧 好啊 你想去哪儿 来这北渊这么久 我还未曾看到过全貌 你带我去最高的地方 看一看这片土地 我带你去 这地火 没有把整个北渊给吞掉 反而让我想起一切 让我们重逢 你说仙师和顺德若是知道的话 会不会气死 你从来 都不会让自己吃亏的 这北渊真美啊 这北渊真美啊 怪不得那么多人都愿意把北渊当成自己的家 长夜 你说那远山之后的风景 会不会更美 你还是想离开吧 或许吧 好 那你痊愈了 四海八荒 你想去哪里 就去哪里 我不惯着你了 那你呢 北渊 已经是我的责任了 但你不必再背起这个枷锁 你要的自由 我已经给不了你了 所以 你想去哪儿就去吧 洛洛可以陪着你 洛洛她已经有了千半 而且她也不再是我的小仙士了 我也不再是以前那个只想要逃脱牢笼的季云河 长夜 你变了 我也变了 我自幼就身陷牢笼 所以讨厌被束缚 一直伸手去赚那虚无缥缈的自由 可是生死走一遭我才发现 浪迹天涯 想要快活其实并不是自由 可以随心选择 方位自由 那你的心 告诉了你什么 我的心告诉我 它想要被牵绊 无论走多远 都有一个可以随时回去的地方 话语之词你还不明白 天大地大 我的归宿 在你的身边 天涯外长浪 云河 这次你决定留下 我便不会让你反悔 知道吗 嗯 在哪儿 在哪儿 长夜 我还是歉你一声对不起 之前你一直问我 那日在断崖发生了什么 其实 长夜 我从未背叛过你 我知道 我都知道 没有背叛 没有抛弃 从事之中 你都是为了救我 是我自己跟自己赌气 才错过了我们最好的时候 不是的 是我剥夺了你选择的权利 我自以为那是我的苦衷 自以为不解释就是在帮你 其实是我的自私懦弱 和犹豫不决让你更加痛苦 我现在才明白 如若当时我能够坦诚面对你的话 现在或许一切都会不一样 现在或许一切都会不一样 现在 你在 北渊在 已经足够了 严和 再给我一些时间 等这一切都结束了 我便不再是北渊的尊主了 到时候 我只是你一个人的大尾为雨 我会永远地陪着你 去每一个我们想去的地方 既然你等了我那么久 这次就换我当你 一片夜 相遇在 光阴 流伤的 喜 我 过去 中文字幕——YK